讲完在美国读书 你在美国读书 他也说有 那为什么两种不同的 大一是说你在美国读书 可以读书 在台湾的时候 当美国读书进来 他是有读的 我们同意美国读书进来 但是政府一定要把关 国人可以自由选择 要吃还是不要吃 相隔几天接受访问 沈国荣同样立场坚定 认为这是台湾的 台美之间信用问题 加上台湾正在向CPTPP扣关 如果禁止萊豬进口 恐怕会伤害台美伙伴关系 接下来台湾经济 可能会走向边缘化 甚至变成国际孤儿 謝金河也在脸书 再次重申 台股目前冲到一万八千点 每次过万点 随之而来都是崩盘噩梦 四项公投影响台湾未来 三阶出现变数影响半导体 每周问题牵动台美 经济股市都会有负向压力 如果美国采取 我们刚才讲最坏情境 比较激烈的报复手段 应该会造成很多投资人的担忧 因为台美的这个关系 现在是升温 但是说实话台美关系也很敏感 他很多时候会因为小小事情 而做一些改变 也就是萊豬要不要进口 牵动台股经济 以及台美贸易 工商界学者心急如焚 在最后四天 纷纷跳出来呼吁 四大公投 每一票都影响加剧 三十七位 李嘉勇 张大学台北报道